你怎样可以挖得到 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毕师真一 我是游泉大家午安 上个星期前首相马哈迪就建议 所有马来政党应该暂时搁置分歧 组建一个专注马来社会的政治联盟 强调种族在塑造我国政治当中的重要性 这番说法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然后分析人士就认为 有鉴于目前国家的政治局势 组建马来政党联盟并不是当务之急 国家教授理社会成员阿兹米哈山 在接受网媒自由新日大马的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目前并没有紧急需要 让马来政党去组建这个联盟 他说我国的政治现况和2018年 已经是不一样了 当时执政60年的国阵第一次失去了政权 导致某些群体就有那种 马来人失去权力的印象 但现在巫统在政府里 那巫统就是说我们维护了3R 而反对党就是说他们会提供制衡 过去其实巫统跟国阵跟伊党 有推动了短暂的全民共识 就是Muffin National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但后来就失败 在2022年是已经解散了 所以其实大家听了 这个政治听的不要听了 这样子一种所谓的说法 是一再出现的 可以简单成为这个三段论 提出这个种族 种族政治的 其实这样的三段论 第一是说 某个种族面对很大的挑战 已经是处于弱势了 这个敌人将要去 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 第二点是说 这个情况会发生 是在于自己族群不够团结 第三点要团结 而且要团结在于我 这个发言人本身 所倡导的联盟之下 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自己玩一种种族情绪 让他的族人认为 目前情况是非常急迫 这个敌人已经达到 瀕临城下了 所以你必须要团结 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 最后回到来是 他要团结在他的 所谓的阵营之下才行 但是这样子一种恐吓 我觉得其实 有些人可能是装税 可能他有本身的利益 所以他会同样的去重复 这样子一种 根本不逻辑的一个理论 以人口结构来说 在我国的主流社群 他合成可能会失去权力 再加上政治的所谓的掌控力 军队 警察 法官 这些哪一个情况不是 单一种族占绝对主导的地位 当然有人会提出 其实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可能 某些主流族群 他们并没有占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相较于二三十年前 我觉得相当多的 非常大的企业 所谓关联机构 也是一面倒的 由单一族群所主导 所以在这个时刻 还有人去相信 某个族群 现在面对很大的挑战 必须要团结 我觉得要么 就是本身根本没有看清局势 要么就是说 其实他本身有利益 故意释放这样子一种言论的目的 只是要让别人团结 在他所希望 由他主导的一些政治势力 最后让他的政治势力 能够崛起而已 但是很可别的是 我觉得其实 这两种人 其实都还存在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还需要时间 这个国庆日刚刚过 接下来也会有我们的马来西亚热 所以我觉得其实各族真的是 在这条路上 如果能够破除一些迷思 打破那种 真的是这个友族 这么可怕的 这样子一种 假想敌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话 我们的国民团结 以及国家的发展 才能够真正走向一个正轨 但是如果说 真的要组成马来大联盟的话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分析员 扎利利尼 他就认为说 马来政党是可以 再不排挤其他的族裔的情况下去 组建这个联盟的 他说领导人必须在讨论政治的时候 考虑所有的族群 否则种族差异将会继续成为 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 根据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 助理教授刘泽伟 他也有提醒 包含了一党 土团党 巫统 公正党 陈信党和斗士党的联盟一旦形成 他将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只是如果马来政党 他们要组成这个联盟的话 基于潜在的领导层问题 这可能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主要问题就是 谁要来领导这个联盟呢 因为领导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 那分歧就会一直存在 谁会是这个联盟的老大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出的三段论的第三段 要团结在我的这个旗下 每一个人都想要团结在他的旗下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很难执行 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 我们从短期来说呢 很难执行的是在于 各政党 其实我们如果以国会竞逐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选区竞逐的角度来说呢 他们要团结的话 他们必须要分出他们的一个选区 对于那些已经占据一定主导地位的这个政党来说 他们要让出选区的话 我觉得会是相当的困难 但是从长远来说呢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有一天当华人的人口下张的一个程度的话呢 或多或少 他还是会出现一个马来人主导的一个局面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来去执政 我觉得基于这个我们单一选区 多数决的这样子一种选举模式之下呢 我觉得各政党会真的团结起来的话 这个几率似乎是不大 当然在选战当中可能会分开 但是最后有所结盟 这似乎是这一次这个全国大选过后出现一个情况 在接下来几届的话 可能还会以这样一个模式进行 所以选权就形成一个马来人大团结的话呢 我觉得激励不大 提出人有他的个人用意 刚才我们已经说的非常清楚 大家也看的应该也非常清楚了 那最则新我们跟大家就先聊到这里 待会儿回来了 那和你关注第三者的焦点新闻吧 好 那我们回到来这个Facebook的部分 其实如果说今天的三则新闻 老实说我们前段时间 或者是蓝主编之前 偶尔我们也会提到类似的新闻 但最近的新闻真的挺冷的 大家有关注到什么其他的好新闻 或者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吗 欢迎留言跟我们说 你觉得有哪一则新闻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的 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下个礼拜的几种一个选题 那又确定你自己有没有关注到一些其他的新闻 你觉得其实 也是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吗 我觉得其实下个星期一嘛 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价马来西亚日 所以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是关于这个所谓的M63的一些谈判 这个属于团结政府似乎又释放了更多的这个权益 让东马的人民所享受 我觉得这一点当然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小则的新闻 因为这个谈判本身它可能是比较属于一种技术性的 一些实际利益等等 但是我觉得回到来这个马来西亚整体的组成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可能在团结政府之下 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概念本身 它能够真正开始加以弱势 也就是东西马的这个地位的平等化 或许我们也朝前迈进了一步 另外一个另外则新闻就是谈到这个关于 这个朝野备忘录 这个选区拨款必须绑定一些备忘录 这个国盟目前释放的消息 好像不是很正式对不对 是他们会拒绝 因为里面有包括了他们不能够 这个他们必须在接受的一些条例 这条款就包括了他们必须要能够接受 不去倒阁 这一点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令人压抑 第二点是说 他们条件当中也包括不能发出那种 这个煽动仇恨的这个言论 如果基于这点他们反对的话 难道他们是真的很想在接下来日子当中 不断的去做那些吗 可能还有其他条规 毕竟现在这些都是非官方的消息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最正式 或者没有看到一个最完整的报道 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目前只是揣测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一等的 对还要再等一等的 所以为什么没有拿上来跟大家聊 就是因为这样了 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资料 或者并没有一个很雀巢的消息来源 所以并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如果有什么新闻 是我忽略了 或者是我们忽略了的话 欢迎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这个一点点的提示 是 那马上就到节目当中 来关注第三则 可能这第三则跟你刚刚讲的东西 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的拉廊 有什么拉廊 大家自己想 谢谢观众朋友们